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韭菜盒子的做法 粉丝用温水泡软晾干水分 韭菜也要晾干水分 再炒几个鸡蛋 韭菜和粉丝切完后拌入油封口防止韭菜出水 开始做的时候再撒盐加入炒好的鸡蛋 比越薄也好 按我的方法条件做到最后 韭菜也没有出水 锅里倒油两面煎黄 皮薄 现多的韭菜盒子做好了 简单易学 您也试试吧